自然界最会卡Bug的生物 永生的灯塔水母到底有多神奇 你听说过自然界最会卡Bug的生物吗 世界上真的有永生的生物存在 没错 这个被称为永生不适的生物 就是灯塔水母 它破解了生命的密码 可以无限次重生 被称为生物界的复活甲 灯塔水母是一种只有几毫米长的小水母 它的身体是半透明的 带有毒性 灯塔水母最早在地中海发现 但世界各地的海洋中都有它们的踪迹 且各地的灯塔水母基因都是相同的 因此它们不可能仅仅通过洋流旅行 而到达这些地方 一种流行的理论是 它们随着远洋船只中的压舱水 被携带至海洋各处 而灯塔水母的永生性 也使它成为了一个优秀的搭便船专家 当灯塔水母遭遇环境压力 温度变化 饥饿 天敌危险 或者受到物理伤害时 它会启动一种自我保护机制 它将自身的细胞退化 回到一种早期多细胞状态 然后重新开始生成 这就像我们能把人生倒带 回到婴儿时期再次经历成长的过程 这样的生物现象真的让人太违 那么这个可以返老还童的现象 到底是怎么回事的 自然界真的有永生的生物吗 灯塔水母的逆生长之谜 灯塔水母这种小小的胶质生物 拥有令人惊叹的返老还童的能力 甚至可以永生 灯塔水母可以在它生命的任何阶段 恢复为水吸体重新开始它生命周期 简单来说它不会死 但这只是在生物学不死 实际上它会死亡 可能被捕食者杀死 比如鱼乌龟以及海阔鱼 可以吃掉它 每当它感到寿命将近 或面临威胁时 就会重置生命之功 重新开始生命周期 这种开化的能力 让它几乎免于自然死亡 灯塔水母在受到压力或受伤时 可以通过精英调控 让成熟细胞回归未分化状态 在这个状态下 灯塔水母能重新启动生命周期 生成新细胞 修复组织 甚至重建整个身体结构 这让它在面对死亡 威胁时得以重生 避免自然死亡 这一过程不仅在实验室中被验证 在自然环境中也多次被证实 灯塔水母的永生能力 颠覆了我们对生物生命周期的传统 并被再生医学带来了绝大起始 如果我们能破解这一机制 并应用于人类医学中 就可以延长寿命 甚至治疗因细胞老化而引起的疾病 看到这里 是不是对灯塔水母的神奇感到惊叹呢 灯塔水母的这种逆生长能力 让我们不禁思考 人类是否也有可能拥有类似的再生记忆 灯塔水母拥有着逆生长和返老还童的能力 它的有生性是否也能在人类身上实现呢 我们体内是否也隐藏着有生的命 西班牙科学家发现了一种能够逆转死亡的记忆 这一发现有望造福人类 最新研究发现的灯塔水母基因 它的逆生长基因 测发了再生医学的理解 也提供了对癌症和神经退行性疾病的心电解 在人类抵抗衰老治疗癌症方面 都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研究表明人类体内确实有一些再生能力 比如肝脏可以在部分切除后重新成长 皮肤和骨壳也有一定的自我修复能力 但与灯塔水母相比 这些能力非常有限 因此科学家们正致力于通过基因编辑和肝细胞技术 来增强这些再生能力 甚至希望找到逆转衰老的方法 灯塔水母目前是唯一已知的永生物种 尽管我们了解了它的永生机制 但要复制这一能力仍面临巨大的挑战 如果有一天人类能够复制这种永生能力 世界将会变成什么样 那么人类真的应该追求永生吗 如果科技真的能让我们实现逆生脏和永生 你会选择这样做吗 你敢跟猪用同一个心脏吗 美国一位叫大卫班尼特的人 是全球首位从转基因猪身上移植心脏的人 班尼特属于心脏病晚期 医生们认为他不能进行常规的心脏移植和人工心脏泵 猪心脏是目前唯一可用的选择 长按点赞加关注 跟老黑一起来了解跨物种移植的秘密 两个月后 班尼特逝世 这一案例引发全球争议 人类真的能移植猪心脏吗 跨物种器官移植会不会改变物种呢 手术当天 弗吉尼亚州布莱克斯堡再生医学公司 提供了一只猪身上的心脏 装在防护盒中 送到了美国马里兰大学医学院 事实上 这颗用来移植手术的心脏 不是普通的猪心 而是转基因猪 转基因猪就是在猪的基因组中 转入人的生长基因基因 2001年 曾经参与克隆出小羊多利的英国PPL公司 成功培育出了五只转基因猪 这是人类首次培育出转基因克隆猪 转基因猪的猪肉 可以给猪肉过敏的人吃 猪身上的器官可以用来生产药物 最重要的是 转基因猪可以给人类提供器官和组织移植 有生物学家曾说过 猪和人体的身体器官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比如说 我们的DNA和消化系统 猪在解剖 组织 生理 和营养代谢等方面 都跟人类最接近 所以猪才被科学家们 当作人类跨物种移植的最佳公元 在移植猪心脏给班尼特之前 医生们先用肺肺做了实验 将猪心脏移植到肺肺上 结果 因为猪心的生长速度太快了 导致肺肺出现心理衰竭 器官损伤 这无疑是致命的 那么为什么不能用肺肺心脏移植给人呢 猪心脏移植给人类 真的能活吗 转基因猪的器官 是人类目前发现的 最适合人类移植的理想器官 转基因猪虽然比普通猪要强 但跨物种移植而产生的排异现象 还是无法避免的 所谓的排异现象 指的是 异于原身体的组织 或者器官进入人体内 人体自动产生了免疫移植 简单来说 就像是一只狗跑到了猫群中 猫一定会哈气狂叫 把狗赶走 这就是排异 一旦排异反应产生 会加大死亡的几率 在38年前 美国曾进行了世界上 第一例跨物种器官移植手术 手术中将一个肺肺的心脏 移植给了一个女婴 她出生时被发现心脏只有一半 一个月内就会死亡 这对于一个新生儿来说 是残忍的 绝望之际 南加州洛马琳达大学 贝利博士提出将肺肺的心脏 移植给她 贝利博士是当时美国 乃至世界著名的生物学家 但她的想法也不被支持 但当时那种社会环境 跨物种移植器官 是妥妥的违反人伦道德的手术 但是当时谁也想不出 别的办法来拯救女婴 贝利博士就在外界的 治医生中完成了手术 她成功将肺肺心脏 移植到了女婴体内 一开始 小飞翼身体并无异样 结果在21天后 小飞翼因机体排斥 和器官衰竭而饶 38年后的今天 医生们为了解决排斥反应这个问题 在手术前 从宫体猪的身上 移除了三个人类免疫系统 排斥猪器官的基因 然后将猪的生长基因给灭火 最后植入了六个 负责免疫接受的人类基因 在最大程度上 使得猪心脏进入班尼特体内后 能被接纳 尽管做了这么多 班尼特还是在两个月后死亡 她的死因并被公布 但专家们推测 她的死很可能 也是因为一种移植的排斥反应 那么跨物种移植手术 真的无法成功吗 你觉得猪心脏移植给人类可行吗 从目前的案例来看 虽然将猪的心脏移植给人类 确实能够延长人的寿命 但时间都不长 而且一种移植 还有一个更恐怖的问题 就是移植后记忆的继承问题 看过班尼特移植手术视频的人说 班尼特看起来像猪一样科普 眼神都变了 也有人说 一种移植后 人格会向捐赠者靠拢 捐赠者是猪的话 也会向猪靠拢 这是真的吗 心脏会带走一定数量的 之前主人记忆 也就是说 心脏移植患者 继承前主人记忆 这种情况是可能发生的 那么如果人有了猪的记忆 会产生猪的行为吗 这样是不是意味着改变了物种呢 真要说起来 这个问题确实很恐怖 但这些问题 科学家们目前都没有科学解释 因为到现在 没有足够的案例和数据 能够支撑科学家来解释这个问题 所以这些问题仍然是迷 不过 跨物种心脏移植 虽然没有成功案例 但其他器官的移植手术 早就有成功案例了 比如猪肾脏移植和猪胰岛移植 我国中南大学乡亚三医院 就曾成功的将转基因株的胰岛 成功的移植到三位 一型糖尿病患者身上 美国也在去年将转基因株的肾 移植到一名脑死亡肾病患者体内 这个手术也是成功的 这些都是猪器官移植手术的成功案例 也为猪器官移植手术 增加更多的可能性 虽然现在跨物种移植手术 仍然存在很多的未解之谜 但人类的医疗技术一直在进步 或许在未来能变得像家常便饭一样简单 很多病人也能因此获得重生 对此你有什么想说的 又有什么独到的见解呢 欢迎留言与大家一起讨论 感谢观看